计算各动每个月该收缴的金额是多少 那当然你可以拿的计算机从这里呢 好一直加 把A动的加完以后呢 接下来从B动开始加 那有没有更快的方法?当然有 不过电脑在处理的时候需要规则性哦 所以呢什么规则性 我们希望这边都出现A 那我们建议你点在C的地方按右键 插入一个新增栏位叫动别 好那动别呢我们要规则性 A动了全部出现A就好了 所以呢等于取文字L E F T 好Left按两下 那他说取一个 储存格有一串文字只抓几个字 这个储存格 逗号只抓一个字又刮胡结束 Enter就出现了A 对不对接下来点在这个A的地方 移到右下角黑黑这里快点两下 那么就完成了各动的一个区隔 好不管A多少就是A B缘 B几楼 那多少呢同楼B就抓出来了 那这样就有规则性哦 用这个完以后呢 好那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往下移 移到最下面来 我们从这里开始算 这里把它选起来 选到最左边 要包含最上方的栏位 好快到了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进行什么小记 对不对那小记仔细看哦 点选箭头选取 你动别 依管理费来做 加总的工作 好按确定 那看起来没什么变咯 好这是小记他有三个层次 点到第二个层次的时候就加起来了 第一个层次呢是全部的金额 当你点第二个层次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哦 这个金额 每一栋该收多少钱就出现在这里 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哦 我们再换个方式来做 你也可以来计算 我们这边有什么 未缴金额的 当然也可以来做 不过先请大家先练习到这里